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派门风 死在末其叔手下也就一了百了 谁叫你出手相助了 我中了你的诡计 你只身败名裂 乃你自拔 龙抓手 你用的是龙抓手 没告诉你 我是少林弟子 听书兄弟 连少林派都可以投靠丐帮 何况是武当呢 我被太师父逐出了武当派 我已经不是武当的人了 那就更好 你就没有包袱 可以放手大战宏图 你说什么 说句实话 像峨眉派弟子周芷若那样 貌若天仙的 世上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难道你就这么甘心拱手让给张无忌那小子 再说 事情已经做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马入夹道 还能回头吗 请书兄弟 我可是念在我们兄弟情分上 专程在山下等你的 好了 气也发了 就抛开过去 咱们兄弟 共同创造美好的前景 来吧 先去见见芷若姑娘 请书兄弟 你们小两口应该好好聊聊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嗯 师父 快 解开我身上的穴道 宋庆书 你为什么和丐帮的人在一起 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金毛世王谢迅呢 自从上次不愉快的碰面之后 我就一直在找你 日思夜想的 能和你单独相处 意图相思之情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 自在武当见你第一面时 我就告诉你自己 你周执若 是我这辈子的最爱 我又不惜一切得到你 如今 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虽然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但是我绝对无怨无悔 你在说什么 今天帮主将会为我们证婚 帮主 你加入丐帮了 室出仓促 婚礼会简陋些 知若 我保证日后会很隆重地不办 谁说我答应嫁给你了 你答不答应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答应娶你就是了 宋秦叔 你变了 完完全全地变了一个人 好可怕 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解开我的穴道 我不能解开你的穴道 宋秦叔你 我心知肚明 你的穴道一解开 你或许会反抗 或许会寻死 那都不是我的所愿 可以 你可以离婚 可以逼我嫁给你 但是你不能永远不解开我的穴道 那一天 我会要了你的命 你不会吧 会 我会 等生米煮成了熟饭 等木已成舟 瓜熟蒂落之时 你就不会杀了你的丈夫 甚至孩子的父亲 你要 不错 成亲之后 行夫妻之旅 是理所当然的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么对我 陈大哥说得好 如今的我比是马路夹道 没有回头路吧 我只有一不做二不休 只若 虽然我的手段 有点卑鄙 但是 那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我承诺你 我会用我的真心 对你一辈子的 朱堂主 教主回来了 参见教主 我不是要你撤离此地吗 你怎么还在 弟子无意中得知丐帮的行踪 您一直找不到教主 故于城内留下本教火焰记号 盼能将此信息禀告教主 丐帮人都去哪里了 卢龙城 听说是参加丐帮新晋的 六代宋长老的婚礼 宋长老 多谢帮主 授予弟子情书 六代弟子之位 宋长老 来 都放上来 酒断上来 好好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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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好好好 就这样就这样 好好 这碗筷够够够 好好好 快点 快点 我会记忆 我会记忆